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你也可以申请诺贝尔奖 因为既这个我们的前行政院 我们的这个吴敦毅前院长 讲说这个白海豚会转弯 之后又讲了一个所谓无薪假 之后可以得诺贝尔奖 你提到说这个整个国营事业员工的年终奖金 是可以跟一些总体的经济数字做挂钩 联动 经济部的确有这个建议 有 那你认为可以跟你提到那三个嘛 GDP 然后这个事业率 还有家务所得的这个变化等等 你这么有信心 是可以做科学的联动 还是又是浮动 但是事实上啊 事实上还是啊 没有办法真正的 用市场的这一个成本价格 来做所谓真正的浮动 你这么有信心 委员报告一下啊 经济部会做这个建议 那事实上的建议并不是新的 98年也建议过一次 在报告里面有提到 那时候刑建因为各部位 国营事业很多 大家没有取得共识 但是呢 我们现在谈谈绩效奖金 不是考核奖金 谈这2.6到底应该给多少 是2.6呢 还2.5呢 还是2.2 还甚至1.5 或甚至当整个社会氛围 非常非常辛苦的时候 有一天我在媒体也讲过 假设万一我们GDP是负成长 4AD高达6% 这时候奖金绩效这块发得下去吗 我想政府部门大概滑不下去了 对 我是希望不要假科学啦 其实我本身也是对 社会科学有一定的了解 我们如果它是公式 那它的input output之间 就要一致性啦 可预测性 我为什么会去咨询金建会 那阴主委啊 说他是啊 他那个把3.6变成3.8 被启示起来啊 就是因为那0.2啊 使得那3.6的经济成长率啊 都啊被就是啊 污染了 就你用什么模型 去得出不同的结果 那些参数都可以选择 我们都知道嘛 可是不要把客观的数字 跟主观的齁 这种期待混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讲的是 有关于社会气氛 事实上你去做一个民调就知道啦 不用说用假科学 我们好像感觉把它三等份 然后怎么去弄 我说这个东西哦 说实在 我还要再质疑就是说 包括你那个浮动电价都是假的 因为不是真正的浮动 它有时差3个月 它也没有浮动电表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计价的方式 所以我建议啊 其实违证啊 最重要的就是诚实 是什么 当然当然 我们如果没有那样的一个 科学的方法论的基础啊 硬去讲说 我们这个叫做联动 联动啊 整个表示啊 这个数字是直接反应 我再讲一下啊 好 为什么 因为这是绩效的讲 那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比如打个比方 你现在讲预测是一件事情 但是呢 上个年 比如100年 100年的GDP 100年的失业率 都知道了 所以它已经是一个 发生的number这样的地方 这就带来谈 绩效奖金 是可以做一些处理的 假设预测 那是完全不同的 那这个公式有可能零吗 绩效奖金有可能零吗 我刚刚提到 假设是一个很 极端的情况 像多极端 我们不希望它发生 失业率多少以上 我刚刚举个例子 假设GDP负成长 假设 失业率高到6以上 你发得下去吗 我就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你那个所谓的 要把它公式化 浮动化 是也包括是零吗 就是说 理论上是包括 0到2.6 0到2.6 对 然后才去看参数嘛 去加全怎么处理 基本概念是这样的 所以就不是说 你硬要 领了两层的考试之后 另外2.6 里面再去分什么 110.6 然后怎么样 然后 我跟你说 我们基本上 我们都做过统计嘛 很多机率性的问题 你不能跟我说 千万分之一啊 的情形嘛 所以它还是有个range 有个范围 只是说这个范围 我要认为说 基本上这样去处理 还是没有解决一个 结构性的根本的问题 我们的国营事业 是假国营事业啊 不公不明的国营事业啊 说实在 我们把这个搞成混在一起 就是在混水摸云 今天如果真的国营事业 你说台电会去买电 电业自由化 然后像IP 这个买 然后造成这么不平等的契约 然后这里面 我们当然质疑是台电 说要拍他 那是高人指点去设计出来的 一套方法 事实上来防止被监督啦 以及做利益的一种输送 中油也是啊 中油也是啊 我这个可以 你可以进口油品啊 可是整个进口的 这一个包括这个 在这个海港的这个 除油槽 包括这些 输送的管线 事实上它是 垄断性的嘛 当然就不可能产生 别人敢去进口 即使 这一个有关于 这个相关的这个 法令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来电影我们在问很多 就油品做一个例子就好 你当过中油的董事长 不是我当部长一样知道 油品开放自由化是 法律都容许的 没有嘛 那个其实我要去讲 如果用反托拉斯 或用美国进入国家的法令 那些都没有办法 你说是油品自由化进口啦 你整个输送 包括天然气的储存 所以台电如果不去做整个输电 整个这个发电跟输送电的一个切割 你不做这种结构性的改革 这些所有的东西 我们的国营事业的员工 就要去背负这个 这个原罪嘛 所以不公不明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跟你讲 事实上你们去怎么算政策因素啊 我也可以用另外一套算出来 那么台电中油不讲 台糖当然是卖地嘛 你都可以扣到它变成正的 汉强是减吃嘛 这本来营养都扣成变成负的 是这样倒过来 我知道嘛 所以我意思是说 要不要就把绩效奖金给废掉 你把跟考成奖金结合成一个的方向 整病 有没有也不排除这种研究方向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不排除的方向 因为本来在78年以前 只有一项不是两项 在78之后再变成第二项跑出来 所以如果能够精简化 其实越简单 我是觉得大家越服气啦 了解 即使一个一般人他上网就可以去计算 那么你答应多久以内 能够把这个新的公式 把这一个就是 绩效的这个新的改革方案弄出来 绩效奖金经济会报行政院 我们在二月底已经会报行政院的 因为你会请各部位一起来讨论 因为国民事业不止经济部而已 我们是提案准备一个月啦 我觉得 我们一个月内提出来 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 经济部的部分在二月底之前 我们一定会处理 但是呢 要报到行政院去 因为这个国民事业的奖金 不是经济部到后面能够决定的 制度性的问题 一到跨院要跨部要处理在那边 一个月内送检讨 完成检讨嘛 你报这个院行政程序 你们再去报嘛 一个月假如提检讨报告那没有问题 但是后面的处理会 时间会更长 我是觉得 逻辑要清楚啦 今天的国营事业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是 这一个公用事业 他是真正是 这个办公办民 还是他真的是民营化 建立在不同的制度下 给我们一个逻辑 我们才有办法去提一个评估 那么不要说 真的让我们的国营事业的员工 也背负啊 不应该有的这一些污名啦 我们在基层都接触很多 我们都了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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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